虚拟YouTuber在2017年初开始爆发 也就两年多的时间 YouTube上的微Tuber已经数以千计了 应可我还听说世界第一个季公主殿下 都开始作为微Tuber出道了 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能然 于是应可我跑到各种404网站上 企图一睹公主大人的直播风采 结果除了一段视频之外 没有看到任何官方报道 经过应可我的死缠烂打刨根问比 东方查证 发现这段视频纯粹是用爱发电的粉丝们 在搞事情嘛 和发源于语音合成软件的虚拟各地不同 微Tuber因为有了中之人的存在 二三次元的连接自乎更加紧密 这也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魅力 所以说这都902年了 不知道二家 不知道小狐狸阿夸不单推几个微Tuber 你还好一系带B站换呢 不不不先别着急点右上角 应可现在就来杠一杠这群 特殊的视频制作者 应可 其实关于微Tuber呢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官方的定义 不过咱们可以用这个称呼分析出来 Virtual YouTuber不就是虚拟不存在的网站视频制作者吗 具体来说就是 拥有虚拟的角色形象与设定 并且有真人配音表演 也就是中之人 在视频与社交平台上投稿的视频作者 悄咪咪的不说一句 一般来说中之人是不会公布身份的 偶尔因为技术原因暴露真容 就是放送事故啦 应可 话说在2011年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位生活在英国的日本妹子 Ami Amato 以虚拟的形象进行过视频创作 视频内容呢以分享生活为主 虽然Ami只是把自己做成了虚拟形象 并没有明确的人设定位 不过大家仍买了当作VTuber的元祖 算是如今各位的大前辈了 在2012年初次登场呢 艾莉已经和如今的VTuber非常像了 艾莉是一位虚拟天气预报员 平时负责播报天气顺便卖忙 后来呢还开通了YouTube频道 也开始上传一些视频什么的 她的原型是自家公司的真人播报员 山岸艾莉 所以中之人自然也就是她了 艾莉最初只是一个2D的卡通形象 到2012年底才开始以3D形象 与观众们互动 不过当时的技术有限 直播的时候也经常出现放松事故 穿魔鬼出什么的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时不时暴露中之人的画面 也是不足为奇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日常的放松事故 艾莉被观众加上了Bungus 也就是脱陷废柴的标签 后来简称Bungus 正式出道一行的官方也承认了Bungus 这个爱称成了一大特色 Link 后来相机也有一些个人作者 尝试过这种形式 比如说至今仍然活跃的 业界著名老榜艾莉 可这毕竟是兴趣使然的独立制作 个人资源有限 UI发电很难走得更远 几年间VTuber的这个概念 很少有人提起 这些视频作者也只能在 视频网站的角落里勉强生存 就在这时 那位重新定义了虚拟YouTuber的 关键人物 登场啦 这个头戴粉红酸胡蝴结 日常降制打击玩游戏 笨手笨脚的超级AI 就是世界上第一位虚拟YouTuber 当然如今的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 这种活生生的人工智能 还是很难实现的 但的确因为爱称的出现 让虚拟YouTuber的称呼流传开来 VTuber也成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把爱称叫做新时代的第一人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2017年3月 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 爱称的YouTuber频道 订阅突破了20万 走上了人气主播的道路 随着爱将的走红客大财团会社陆续开始推出自驾的VTuber 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 分别有 半爱 宫口富婆 阿卡丽 白切黑海豚小白 夹角少女会夜月 以及瘦尔国国王 胡娘大叔 四大天王有5个人 难道不是常识吗 ink 这几位是最早达到10万订阅的VTuber 两年间也有不少后辈们在奋起直追 FPS大手子猫公 偶像各级田中机与林木厨 遇宅之K月之美兔 实力唱剑富士奎 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特色 吸引着不同领域的观众 截至于2018年12月VTuber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000余名 相比于9月增长了接近1000人 并且仍在高速增长 不过正当四天王稳坐榜首 无数后辈正在努力追赶的时候 在一墙之隔的中国 流向却发生了变化 千万人在空 2018年6月28日 神乐Maya开始活动 这电视披着军服的法国女仆 在各种平台直播玩游戏唱歌聊天什么的 不过这个看似正常的外表下 却藏着可怕的灵魂 Maya首次开播便忘掉了所有设定 发表了一系列问题发言 日常嘴臭观众 在直播间里明强 表演传统异能 发出擦盘子式的笑声 但是在面对双存问题和别人的恶意攻击时 这个怼天怼地的线女扑却十分脆弱 让人心生同情 如此的真实感让Maya在B站收获了26万的关注 粉丝们则是以天狗自居 在直播间里接受迫害 然后乖乖打钱 就这样在国内直播系V2BO逐渐成为了主角 认识到了中国财富的厉害 V2BO们开始呈建制 向B站建筑 于是2019年初 Holo Live事务所就为我们带来了 这样一位堪称世间瑰宝的V2BO摆上吹雪 懵懂无知的Ink曾经认为 2D的V2BO是没有灵魂的 毕竟Level2D也就那个样子 表现力还赶不上3D模型 直到某一天遇到了小狐狸的视频 啊玩死了 怎么能这么可爱 坚持自己是狐狸却偶尔发出猫脚 为了暂停自己是狐狸不是猫 还站到了凳子上 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尾巴 害羞了 会将到屏幕下面直露出耳朵 还有可爱的中文 2D的形象完全挡不住扑面而来的 kawaii desu 反倒是最近3D化之后呢 还需要花时间摄影 小狐狸什么样子 我的喜欢 应可 在B站小狐狸的43万粉丝仅次于爱角 主播人气日常达到百万级别 那么下面有请观众代表夏色基 发表一下感言 kawaii de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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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极而设定去战斗的女人 自动擦盘自己神的乐妹啊 妹啊的唯一指定的cp 清楚戏女不爱夸 中文非常不好的谢拉 虚拟滴滴头子张金华 直播间等于产房加停尸房的小狐狸 日常受迫害者的夏哥 夏色鸡 还挺压怨的呀 日时间许多地方都流传的这些似懂非懂的梗 就是这种比传统微图本强得多的造梗能力 那些在国外只有几万粉的他们 来了B站却能力压四大天王 在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不管是完全放飞自我 还是将设定贯穿到底 观众们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可以在小狐狸的直播间里 感受真正的可爱复读 啊我死了也可以在妙那里 世间沙雕网友甚至找到自己的影子 再加上中国观众似乎更加喜欢直播 还有特别偏爱白毛 总之有与以上这些 让国内的流行趋势显得与众不同 也就是因为这些直播系的开始 微图本在B站才算是真的火了起来 都九星 这些旺公 就算是官方强势入住 以及字母组的烤肉漫漫的亲情耕耘 那些进口微图本似乎还差点意思 毕竟自己的口味还是自己最了解嘛 于是在给我也整一个 等方针指导下国内的微图本开始掀起了 毕竟大多数是活跃在B站的 就叫他们虚拟UP主 简称微UP好了 国内最早的微UP是一位名叫小溪的少女 设定上可以说是稳的一匹 AI加粉肠植加基下耳加绝对领域加吐槽技能满分 硬口我就问一号 谁不喜欢 设定上吸收了日本大部分成功微图本的优点 再加上比较不错的本土化 这个可爱的土妹子如今在B站上 就已经收获了32万的粉丝 成为国内虚拟UP中的大姐大 国内另一位人气颇高的微UP叫米露可 她是少尔科技出品的 瘦尔桌面砖的一位助手 在正式出道前的米露可就有了一批粉丝 开始制作视频后呢更是人气飙升 目前在B站已经拥有16万粉丝了 这大概就是瘦尔加AI的胜利吧 话说这大概是受到了爱将的影响 早期国内的微UP还是蛮喜欢有AI的设定的 不过要是评选最接地期的微UP 跟英可我头青城山扛霸子拦惹一票 说是青城山出来的人 可是她除了口音纯正之外 还真的跟青城山毫不沾边 原本应该是一个最不识人间烟火的倒估 如今却天天靠卖萌说单口笑声吸粉 真的是生活不易呀 哦对了 经常活跃在B站和抖音的嬷嬷讲 呃现在似乎已经转型到动态去UP了 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虚拟UP 这位有头有脸的外星少女 总是有着奇奇怪怪的想法 与地球的人们和谐相处就是她的愿望 英可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国内的wayUP 比不上日本的VTuber 战斗瓦克基的五位少女就是高质量的代表 在这个偶像练习生创造101 以及正在热播的青春有你等等期 云年偶像选秀节目的愈演愈烈 一批批男团女团开始大行其道的时代 战斗瓦克基紧随潮流 立志打造出一个以互动养成 视为特色的虚拟偶像团体 难道是二次元界的火箭少女 英可 不过好像更加吸引观众老爷们的是他们的直播活动 听说隔壁的赫罗老师就沉迷他们的直播无法自拔 不过说他们高质量并不是指他们要做虚拟偶像 而不是网络虚拟主播这个伟大志向 而是在说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能够达到五人同兵直播的wayUP 着实不多 战斗瓦克基 不管是在他们的直播活动中 还是飞出的那个动画中都采取了动作捕捉家实时渲染的技术 这里我们插一条广告 三十分之一秒能用来干什么呢 不够说一个字的时间 三十分之一秒什么也不能干 错 在实时渲染里 绘制一针图像就只需要三十分之一秒 完全不同于传统CG 三十分之一秒 实时渲染技术就能还你一副图像 不论是3D次时代游戏里 或是在各大硬化工法 实时渲染都是必备技术 因为渲染的图像 它真的只需要三十分之一秒 实时渲染速度非常快 但一般都会牺牲一定的精度 而战斗吧 科技的直播画面精度却是非常高的 这大概就是用了超能力了吧 据说日本CJ专业杂志 CJ World 还对他们进行了专题报道 这果然呢 想做一个高质量的VTuber 除了人生要足够吸引人 内容要足够有趣 最离不开的还是资金和技术了呀 那么为什么咱们国内还没有出现一个像伴爱一样人见人爱的VUP呢 一个我觉得可能还差一个契机以及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吧 去年11月 B站曾小规模的举办过一次VUP与你初次相遇的活动 活动中用户可以积极与自己喜欢的虚拟主播进行互动 但是好像效果不尽人意 而且其实B站到现在都没有设立一个针对VUP们的专设频道 我们能看到的VUP们要么在动画综合区 要么在生活区 甚至还有在MMD3D区的 总觉得不太正规呢 但其实国内的VUP也算是比较幸运了 大部分都是在2018年底开始活动的 到了2019年初一批优秀的日本VTuber入驻B站 小狐狸白上吹雪 让大批观众高呼 啊我使了 让很多观众老爷们接受了这种视频形式 给国内刚刚起步的虚拟UP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所以这个与二次元一起相讨的VUP 在国内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风口呢 让我们再多瞅瞅看吧 你们万应可我干啥不为突破出道 你们看看我现在的点赞收藏量 我都怀疑自己这17000的粉丝是不是假粉 啥时候发个视频分分钟500加收藏再说吧 哼哼 说不定到时候应可还能像隔壁的战斗吧 割击取取金 发个单曲什么的 啊 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